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 浏览特别长的档案名称 Finder视窗是大家每天开启Mac的时候 第一个会点选的选项 我们来看一些方便有用的小技巧 这边有些放在Finder视窗中的文件 当我使用图像方式显示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有些特别长的档案名称 没有全部显示出来 然后我很难辨别这些档案 还有一个受欢迎的显示方式 是直栏显示 你可以发现 就算我切换到了直栏显示 还是有些档案名称 因为太长了 所以没有全部显示出来 其实我只要在下方连点两下 视窗就会依照档案名称长度 做最适当的延展 让我可以看清楚完整的档案名称 要是需要的话 我可以点选这个符号 然后用拖拉放的方式 将视窗调整成我想要的宽度 Coverflow是另外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显示方式 要是我点选并拖拉这里的话 你可以发现 上面的阅览视窗变大了 然后档案的名称 就会直接显示在这些阅览图的下方 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 欢迎造访CMAC